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宛如 在中秋节的时候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家里一定都会准备着 月饼啊 还有柚子这些应节应景的食物 但是呢 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当你在买柚子买月饼的时候 其实可以买的更有意义哦 在今天宛如看到了一则新闻讯 就是宜兰县康复之友协会啊 正在卖柚子 他们的柚子无毒栽种 在这个年代啊 有无毒的产品 真的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特别是这是一群精神病友 还有家属 他们学习生活技能 自力更生的一个重要的管道 所以在今天节目里 我们特别为大家连线访问到 宜兰县康复之友协会的 理事长黄丽阳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先来聊聊吧 今年卖柚子 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了 对不对 对 你们的柚子 怎么来的呢 这其中当中有一段故事 是啊 是刚好我们有一个家属 有一块地均给我们 我们种十年无常 我们是种菜 种香茅 那就常常带着我们身心上的朋友去那边 田里那边 原地那边 刚好隔壁的有一块地就是已经种柚子 种十几年了 他很好 他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的柚子给你们做 我们以为他要租我们 对 我们说我们没有钱 你说没有啦 我不跟你们收钱 你们去整理 那卖的话就你们自己去 自己就去follow啦 怎么遇到这么好的人 免费无偿提供给你们五分地嘛 对对对 所以这五分地 不过一开始是说你们就要自己去处理 自己去栽种 土草啊 剪汁啊 或是我们用有机的肥料啊 是 所以这过程一开始应该也蛮辛苦的 因为一开始你要整地嘛 要照顾啊 对啊 就带着这群我们身心障碍朋友 其实他们出去流流汗也好啦 是很辛苦 但是我们工作没有说像一般八个小时 我们可能一两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就休息 那我们都是一群人 就一群的十几二十个 就大家分散 有时候拔草也是一样 摆在一起大家一起拔草 是 其实真的也对身心障碍朋友 特别是康复只有大部分又是以精神疾病病有为主 他们长时间在吃药 而且因为吃药有囤积在体内 有时候排汗出去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新陈代谢 可是当大家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觉得说 台湾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 每一分地都很贵耶 对啊也感谢我们那个黄先生他提供的那个柚子员让我们栽送 那我们每年都会准备差不多十箱给他 他都不要 他说我不要你那个整箱拿去卖 我拿小的来吃就好 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柚子虽然小柯可是很甜 虽然小柯可是很甜 虽然可能因为无毒的栽植方式 没有像外面卖这么大柯又漂亮 我们有一些大柯有一些小柯可是平均就比较小柯 因为东山的文旦又没有办法像一般很大的 宜兰东山产的文旦又 对对对 好在这一次的整个卖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总统府其实也跟你们订购了八百多项 对他们也订购了不少 还有其他的有一些机构 就像土地银行 还有台湾银行 有一些公司 他们有的像这一次媒体又帮我们报了 有很多家庭的都不错 他们都两箱三箱甚至于送给朋友 因为我们的柚子说真的 我们可能也没有像一般有整理过很漂亮 可是真的甜度是可以水分也够了 所以在种的过程当中 身心障碍者的家庭 有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协助吗 我有去找那个龙 就是我们花蓮改良厂的人 因为我们没有放龙药 所以有一些病毒 有一些产品会有 那我去找他们 他们有教我说 等到柚子收成以后 要怎么样去做整理 要收成以后再做一些处理 可能对那个柚子本身的那个 本身的枝条 本身的那个整个 它的那个 它的树啊 才会更健康 他们是跟我这样讲 是 所以总案是从原来 只是身心障碍者家属 现在变成了一个 种柚子专家 我们还有种火龙果 还有火龙果 我们的火龙果是红肉 我们是跟人家称租的 是火龙果这一阵子没有 可能在超过一个月以后 又有火龙果 是 所以火龙果这边的量 也够对外贩售吗 我们也是全省宅配啊 我们火龙果做了十几年啊 因为红肉的火龙果 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更健康 对 因为我们都没有用农药 所以病虫爱很多 如果说今天我们有用农药 我们的产量一定会很丰盛啊 因为柚子的话 它是比较好 那水果的部分 就比较不一样 柚子你像说 我们没有用农药 它只是有一些 可能它的那个皮啊 什么比较不好看 可是它的甜度不减 那个火龙果 如果说你没有弄 没有弄农药的话 它一旦有病虫害 它在污染很快传染 所以我火龙果今年本来有很多 可是因为病虫害 就收成都不好 真的要花很多心思去照顾 对啊 今年来说柚子的产量 算是不错吧 不错啦 也感谢有一些爱心人士 像您啊 也帮我们订送给人家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真的还是蛮有爱心的 祝我们过一个好的中秋节 大家都在过中秋节都很开心 病友跟病友家属 一定也要过好节啊 对啊 谢谢你们 所以一般人 像我们所购买的这一些柚子啊 你们这些经费 主要你们之后会用在哪里呢 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柚子 其实我们的血缘只要 我们身心障碍只要有出去 我们都会给他钱 就即使他们在田里面 对对 只要有出去田里帮忙 像我们这一次工作人员去 捡柚子 那血缘很多 他们就拿着麻布袋啊 就在那个柚子下就捡啊 其实我们的FB好像也有铺上去 就大家就捡一袋一袋 我们工作人员就借了那个发财车 就运回来我们的我们的场所啊 就包装 他们都会帮忙包装 像从拔草啦 从帮忙施毁啦 从帮忙我们采收或什么 包装整个 他们只要有参与 我们都会给他一些钱给他们 这也是让病友能够自食其力的方法之一啦 对对对 主要的这些收入来源 都用在这样的方法吗 也是用在我们协会啦 像我们就要带他们到台北去参加歌唱比赛 那每个学员可能坐车 一个人要一百多块还要吃饭 那学员缴一部分可能不够的 我们协会这边就贴补他们 还有我们9月26号要到南部去踢足球啊 可是这个即使经费 现在政府经费不好申请嘛 那所以说我们可能给学员收几百块 那学员也要贴 那像10月22号我们又要去台北参加 高雄参加全国性的运动会 那也是一样啊 就是我们也会使用者付费的方式 跟学员收一些 可是不足的有学会这边的一些 人家捐款 然后是像我们这些收成有多余的 就来支付这样的一个 就让学员 让他们也要有一个概念 不是政府都要给我们怎么样 没错 我们是 我是用这样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 可是我们真的也蛮辛苦的 有时候想到我都会想哭 真的 因为我们从协会筹备 筹协会到现在已经18、9年 民国85年 1996年成立的 85年到现在 我做了八年的理事长 其实我今年又改选 我又当理事长 很辛苦 对啊 可是这个也没人要做 说真的 尤其精神病患 好的 有家庭有这样好的人 人家就不让他出来 那没有 就是比较状况中下阶层的 他就是因为钱也花光了 也没有没地方去了 那只好就找这样的一个家属团体 来协助他的障碍朋友 你只是说比较好的 就是生活条件 经济水准 比较 就不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 就不需要这样子的支持团体 对啊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 可以照顾他们自己 那一般来讲 我们家属 尤其在我们宜然就比较乡下 有比较那个 有些家属是 刚开始他是 他是觉得可以 求神问福 可是最后钱发光了 没有办法 有团体能够协助他 他当然乐观其诊 很多家属都很感恩我们 有这样一个 让他们从急性 慢性 慢性医院出院以后 本来都在家里睡觉 可是我有社区 有日间的白天让他们来 晚上让他们回家 我有中心嘛 社区复健中心 里面也有专业的医疗人员 有 有护理师 有职能治疗师 是 我们也有专业的管理人员 社工都有 是 其实很重要的是 让这些精神病友 能够在社区 做最直接的附件 进而回归到社区里头 是的 我们在今天节目访问到的是 宜兰县康复之友协会的总干事 黄丽阳 黄总干事 黄总干事 从宜兰康复之友协会 创办到现在 一直都在协会服务 很多年了 现在回归当理事长了 他们都还记得我是总干事 亲众朋友 如果您今天听到的节目 也想一起来共襄盛举的话 其实可以搜寻一下 宜兰县康复之友协会 脸书上也有你们的讯息 网络上也有 所以今天听理事长这样讲 我们就知道 不只是现在的文旦有 还有其他的水果 口龙果 还有我们有手工饼干 核桃糕牛嘎糖 还有那个枫糖燕麦饼 还有那个杏仁瓦片 那我们也有做水饺 在做宅配的 要有一定的量 因为水饺都要 那个冷藏 低温的 对 要冷冻栽培 对 所以看来宜兰县康复之友协会 做了蛮多的事情 是啊 可是很辛苦 工作人员也蛮辛苦的 怎么说呢 对因为我们一栋 全部工作人员 要带着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 一起做 那当然他们辛苦是什么 我们今天对外 我们要有 尤其是代表协会 我们对外也要负责 我们的产品 我们什么 所以我们在装箱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很多学员都想要来帮忙 我们也一直在跟他讲 你不要 他就觉得 我可以 对啊 他们也都很想帮忙 知道人家有定 他们很高兴 那我也在想说 我们如果问一他们装到有比较小的或什么 会对人家不好意思 可是事实上也是都是我们种的啦 是是 对 不过真的听得出来 这些病友还是很热情啊 对啊 他们也很高兴 人家 其实很多人跟我们买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肯定啊 是的 是 所以现在贩售的状况还好吗 不错 我非常谢谢 昨天跟今天好像一千多斤 那快卖完了耶 对啊 对啊 所以说 我们现在都在装 现在也是 因为我们 我们学员 今天又要练歌唱 我们又一些工作的人员就要来装箱 明天要到市政府那边去歌唱比赛 其实我们这样听得出来啊 在台湾这些精神病友的生活还算蛮丰富的 但是我想身为一个家属 一定有很多的话要说吧 是的 当然 很多家属 也是从85年我们成立以后 我们中华民国康复自由联盟 86年 它成立了 就串联各县市 全国各县市 几乎有28个单位 28个就属于在服务精神障碍的朋友 把它串联一个总会 叫中华民国康复自由联盟 从联盟它在全力的倡导从立法院做卫生法的修法 在精神方面的 还有在我也带之前 康复自由联盟都带我们到香港 到我们宁静日本或我们的香港 新加坡就去看人家的学习更好的 回来让我们的精神障碍朋友过得更好 其实精神障碍他们你看 从头到脚都好好的 可是他没有 因为脑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去表明他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家属就要比较辛苦的 可是有些人只是在看外表 他说你外表好好好 人好好好 你就办大做安装 其实他只是脑的关系 如果他能够服药 药能够调好 他其实可以工作的 所以协会这边也经常在办职业训练 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社会里 我们都极力在做 有些是政府想做 可是也不知道如何着急 像我们这边我有商店 我们也在卖米粉根 凑豆腐 都是让他们去雇 我们也有卖饮料 好我们聊到这儿呢 先休息一下 消息过后 继续回到早安台湾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访问 宜兰县康复之友协会理事长 黄立阳黄理事长 早安台湾 又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婉如 今天中秋节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家里都会准备着月饼跟柚子 文旦这些应节的食品 不过呢 有一种趋势在台湾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啊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 NGO团体他们自己生产月饼或者是自己种植柚子 希望呢在纵礼的季节能有更多的民众购买这些NGO团体的产品 让爱呢 随着你的礼品散播出去 所以在今天节目晚上很高兴为大家访问到宜兰县康复之友协会理事长 黄立阳黄理事长 黄理事长他自己本身同时也是康复之友啊 就是精神障碍者的家属 其实对家属来说 家里头有一位精神障碍者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理事长 其实很多家属 有些家属刚开始是都不抱着希望 不抱着觉得说协会能够帮他什么 可是当他的孩子来到我们协会我们的中心 我们有护理师帮他顾他吃药已经稳定 而且协助他能够辅导他 我们也有社区化救护员是政府给我们的人士补助 来协助他们 就是他们今天到工作职场去陪 我们的救护员会陪着他们 就业辅导员 对对对 陪他们 陪他们到他们最后慢慢放 让他们也得到基本工资啊 他也可以做到他们该赚的钱 辅导他们协助他们稳定就业 至少三个月以上 如果一般来讲他们能够这样稳定持续 这样对家属来讲是减轻很多负担 减轻很多负担 对我们的障碍朋友也是一种肯定 其实他们自己如果没有透过社区化救护员的协助 他们自己去找工作 有找到可能耐力各方面的不足 所以很快就会打回票 那因为我们有社区化救护员 经过我们社区的一些日常生活训练啊 礼仪或是服装 到最后我们转到救护员 让救护员去做媒合 在陪伴他支持他以后 稳定就业其实有不少 也是因为有这一些的支持系统 让他们让家属也觉得 对协会来讲是帮他们很大的忙 真的这听得出来 其实很多家属都希望 自己不管是孩子还是亲人 都能够开心快乐的成长啊 但是不可会言 其实理事长会不会遇到一些老板 看到说你们介绍的这些病友 到他的公司会有点担心啊 他们刚开始当然会有担心 但是我们会告诉他 今天如果我们学会 我们带出去 刚开始我们救护员一定会陪伴 那陪伴我们救护员会跟他讲说 这个孩子可能当他有怎么 他不会有暴力 既然要到我们中心来 就是有经过医师 他有稳定服药什么都可以 只是会比较退缩 在工作职场或许因为遇到挫折 他会就躲在一边或怎么样 那我们会告诉企业主 告诉那个老板 跟他讲说当有这样的事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救护员会 马上到职场去了解 去陪伴他 也让企业主放心啊 毕竟企业主可能对于精神病友的接触 不像你们这么专业这么多 其实一般人听到可能会有点害怕 但是实际上是有一个管道 可以长期协助这些病友的 其实社会毕竟有很多 对于精湛者的负面刻板印象 那就是因为不了解 对 其实很多人就是只有看到一些 媒体的一些聪动的报导 他不了解背后的原因 其实任何事情都希望是 了解以后再做报导 了解以后再做报导 因为社会上或者新闻媒体上 很多负面的讯息 就会减少 就把精湛的朋友贴上了 统一的这种负面的标签 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 哪里假设好了 有一些社会案件 然后就会说他情绪不稳定 他们第一个想法就会想说 是疑似什么精神疾病 对 没错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状况 可是真的了解以后 有可能他是毒瘾 有可能他是酒瘾 是 那个比较会有一些暴动暴力的 那真正精神疾病 他除非他真的没有服药的状况下 有人去激怒他 看不起他 你一个正常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人家去激怒他 何况今天他是病人 情绪的管理 其实正常人都不一定做得好 对对对 可是人家没有想到说 人家第一个念头就会想说 他可能是精神疾病 对 但是有时候很无奈 好像媒体或社会上 大家经常记住不好的 对好的 对正向的东西 反而少了一些关注 对啊 所以我也谢谢你们这些 广播媒体 或什么 能够常常把正面 把好的 爆出来 那我相信慢慢的 我们正面多 后面就会少 好 那最后理事长 还有没有什么要呼吁大家的 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聊聊 谢谢这两天给我们订的 还是之前给我们订的一些好朋友 到我们这边来 来看我们的幼稚园 我们都很欢迎 可以到那边参观 可是我们都很欢迎 可是现在幼稚采收完了 只能看到原地 看不到果实 因为果实已经装香了 火龙果可以看 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宜蘭来玩 可以来看看我们 我们也希望能更多人 更了解我们 更认识我们 不要只从 新闻或媒体片面的角度 来了解精神病友 其实你跟精神病友 多接触之后 你就会发现 绝对 他们很善良 是善良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宜蘭县康夫之友协会的理事长 黄丽昂黄理事长 谢谢 谢谢理事长 感恩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